大家好 看一看 让大家看看背后这张图 这张当然是一张合成的图 我还把它压扁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没什么特别意志的 很多香港特色的招牌都在这张图里面 其实这个题目是正确的 我想讲讲 刚刚29日过了几天 12月29日就是立场新闻案 案发的日子被捕两周年 被逼解散 当然两年多前 还有年中的时候2021年 国安法在一年到一年半这个时间 香港非常差暗 6月的时候就封了《苹果日报》 年底就封了《立场新闻》 似乎香港言论自由历史上最好 黑暗恶劣的情况 那么我们蒙在鼓里 是吧 適逢现在黎智英案开始啦 那么大家有些东西的连带是要刺激你想东西的 是吧 我很少讲 当谈话题吧 媒介的话题 以前新闻界就还新闻界 评论就还评论吧 通常评论是学者 学者 为主啦 或者是我就不是的 但是好像是一个媒体以外 记者行业以外,我不是做报导的,我是评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但是近来兴起这个自媒体好,网媒好 是不是那条界线已经模糊了呢? 就是理论上,传统搞新闻的,又不应该搞政治的 又不应该这么多个人意见,评论就没有给你客观的 你要客观就讲事实,这个是评论而已 但是评论的人是有立场的,是不是? 就是我不是叫你做新闻的意思 但是这些事情会不会是很基本的,但是又搞乱了呢? 比如有人因为自己立场,媒体因为自己立场 那报导的时候呢,就是偏颇了,有不同的,有了取向才去报导 这个从来都是很复杂的话题来的,就是很争议的话题来的 哪些媒体是不是已经有什么,为哪些服务呢? 我看过老共那些新闻学,他是有样坦白的,非常之坦白的 我们当然是为我们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是应该为政治服务的 这个很符合马克思,什么都为政治服务,政治挂帅 符合老共的哲学,是不是? 有好有不好,就是好东西没什么好,那你用什么要新闻学呢? 全部都是宣传,就是新闻学变了宣传,是不是? 那你读来做什么呢?大陆那些人读了就当是对的了,很有趣的 那当然也有人读得批判的,但是你说批判这些媒体不应该独立啊 应该怎么有什么专潜啊?那这些新闻学都是西方兴起的 那现在大家的模范应该是BBC啊,其他都是在BBC那个 其他都类似模仿BBC,去到半岛电视台都觉得新闻学是独立的 和客观的那样,当然就是BBC本身都被人说,就是 最近以巴战就说他偏邦以色列,是不是? 就是,諸如此类这些争议,这些争议是不完的 但是我觉得没问题的,你喜欢就争议了 就是,而且是应该争议,是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和提醒自己旁边那些 同样是媒体工作者,有立场,有立场,有立场,所以你这样说话 或者是怎样评论,都不要紧要,但是你不可以把那样东西当是一个中立 和当是一个事实,因为事实永远是有争议的,是不是? 事实就是真理,是不是?真理,事实是从来都没有的,在哲学里面来说 就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我们追求的一样东西来说 多个是一样已经存在的,但是大家表述就是我说的是真理 不是想说哲学,不过想说,既然这些 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理想,做媒体,自媒体 我都是以评论为主,我自己个人,但是 有时候反正我有频道,或者我现在互联网的世代 我就算没有频道了,我有个Facebook币,有个Twitter币 有个YouTube币,是不是? 我就出街拍摄,我都是报道了,是不是? 那这些YouTuber一般就要求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就是不会要求的,但是到我开一个叫做 自己开一个要评论时事的频道,是不是? 个人特色,似乎自己都应该要求自己多些 我都希望这么多YouTuber都有些基本原则,秉持住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或者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拿回这些基本的原则 秉持的原则出来,为自己申辨 那我都是一定要准备是这样的,所有人都要准备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禍从天降,基本上是专权、专政 不叫他极权,他都是一个专政,他自己承认的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那他,是不是? 一时就说他又是尊重人权、尊重议论自由思想 一时就说你颠覆他,那你怎么咬呢? 不要咬,不要咬,最好就是不做就行了,是不是? 我整天都记住两句说话的 就是你中文里面很多,那些叫做 詹言,言语,你喜欢摆在桌上做作用命都可以的 那我也不知道出字何经何典,上网上查一查 就是原来出字书里面的一句,那当然那里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传统的孔子孔子,那就没什么说的 但是这两句大家听过,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好,那好像在增港移民里面看到有那些句,就是收录了 变成叫做读过就记得了,那是不是做人处世的态度呢? 可以说是的,的而且确,我们发觉香港人 很多是用这个中国人,就是有是非避开,有不公义的事 不关我事,躲起来,当看不到,側側搏,是不是? 那不会做出头之了,是不是? 那就很符合这件事了,是不是? 但是有很多事,很多人是这样的,都挺烦的 那你读哲学那些,就是你要接受社会,社会那些 就是很多言人,都要求大家,就是你生活在社会里面 你不是抽离了社会的,你要结合社会的 那不要说这些这么学问的事了,但是活得 哲学你才是人的价值来的嘛,就是 大家都也都明白了,那我们活在这里 所有事情跟你有关,不是你自己可以 不是说国家哲宋门前说,一股他人雅上升 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做人态度 甚至是一种中国小人物的智慧的表现,是不是? 就是不要这么多是非,是不是? 不要强出头,是不是?不要理人的闲事 但是这个社会有些事情发生,到不到你不理 或者你最少你能否不上心,上心都不能上心 就是比如,你看开的,《苹果日报》封了,两年了 好像与我门同在,依然我们很怀念的 不是自古而来有,也不是自小而来有的嘛 很清楚啦,我看看九六年,九五还是九六 那接着呢,我九八年就帮他写稿 那叫做part of 这个阵营 那开始都是不同意见,是吧? 我们很强调的嘛,做媒体也要不同意见 或者我写稿的机构 都是你要融纳我的个人观点,是吧? 我具名写的东西,我不是写作班子 不是人物日报评论语 我不是有个立场去写一篇文 我是个人的身份,一定要尊重的 是吧?但是其实就算《苹果日报》 也绝对做不到这件事 表面有不同声音,但是其实他有了立场之后 你跟他立场相伴,包容性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他又非常之成功 这个很西方的媒体运作形式 是吧? 不是所有西方,不符合理想的西方媒体运作模式 甚至有所飘离的,但是呢 媒体就是媒体嘛,有不同媒体嘛 那可以互相制衡的嘛 大家从事这个工作都是在理想里面走先 但是大家没有飘离的理想呢? 有没有就自己想吧,是吧? 没什么需要和人交代这么多的 你自己心中了言 但是很不幸呢,是吧? 就有事发生了,那行家有事发生 那你有什么态度呢? 那你是不是不出口呢? 不多出口呢? 不是有事发生了,是吧? 是吧? 是吧? 就是立场西方案那样被谈,是吧? 就是不出口呢?是吧? 有事发生了,有事发生了,有事发生了 很多人都可以,但是你做了媒体 或者是类似媒体的人 那类的呢?甚至是评论者呢? 你是近的嘛,相当大家差不多 坐在那一条大选的 你可不可以置身事外呢? 没有,是吧? 那如果你故意避开呢? 其实就是要有这个道德责任 沒有了,有道德责任的 那你可不可以避开呢? 那所以现在,是不是? 早一会儿呢? 《苹果我开審》呢? 《律政司特登》是新闻公布来的 现在进入法律程序呢? 香港法律程序有多公正、多成啊? 不疑评论,竟然不疑评论 那好像有些人真的不敢评论 又怕国安法,又怕藐视 否则藐视法庭 那当然,看来似乎他的调位是针对外国媒体的 那你管到人吗?又管不到 那你就脱腹脱脱脱脱 林定国,你主理这个司法 就已经很混帳了 你恐吓人了,说说说说 就是不要谈论了,《苹果》有报案 《黎智》以外,你们不要评论了 否则你是妙视法庭 那我的官不妥,我都不出声 那我为之,为之尊重这个司法制度 你是和林合乌,我不和你,大佬 你是律政司的 你当然是想那件案一路告 順順利利,是吧? 你就升官发财 是吧? 但是我们不可以的 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 是吧?报道可以客观 评论你可以主观 一定要谈论的 而且里面很多事情明显的 我呢,虽然我经常在质疑香港司法 为什么我要质疑呢? 因为,你打开教科书 是吧? 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标准 普世价值的 什么为之公道,公义,什么为之justice 你上网查到的,其实 什么是法治 不是过马路看红灯为之法治 林定郭先生 笑过你,你很不好意思的 不要那么无知 那么无知的人做了律政司 在香港 好了,我们说法治 什么都没有法律依据 是吧?包括在法庭里面 我们说证据 要证明一件事 好了,还有你的法律定义 是不是清楚的 是不是? 现在我们为什么觉得很混淆呢? 就是你 你影响我的政权 那你就犯法了 我们不接受这个 这个影片看法 我相信就算是大陆的人 你问到他很原则地问他 共产党不妥 我不支持他,我推理他 或者我要他换领导人 对不对?更保守 这不是皇帝时代 不是习近平 不是军权神授 不是天命得出来的 是人民授权的 不过你的体制 民主集中而已 但是他也是要符合这个人民意愿 那你才有个合理性去做领导人 所有领导人都有个基本要求 你刚才权国家 别的我不知道 起码中国里面这个基本的意识 是不是? 民本呢 民本的意识 是不是? 就是均为兴 民为贵 基本上我们是入了血的 所以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在政权以外 我们有很多事情 民间 特别是评论呢 我们要秉持所有原则 所以应该评论的就不客气 依然要评论的 为什么不对? 企图影响我们的 当然是当权的人 包括林定国 哎呀你会藐视法庭的 你藐视 我说你听你不可以在法庭里面 亂说话 骚扰他 喜控啊那些 那些就是 至于你在外面呢 那你试下有没有人被告过 可以因为在 你企图影响法庭呢 做fake news 你不计 但是你客观 有道理 清清楚楚的评论呢 是不是? 那你看我就知道了 是不是? 《立场新闻》我就 十凌二十集中够了 是不是? 四十七人案五十几集了 那现在黎智岸 我都一段段来计 是不是? 一日两个 我不特意开个特辑 但是我开了个folder 全部放进去 是不是? 放进去 现在都有十段八段 包括这一段 都是和智英案有关的 那我们是不要失去这个责任 我们继续 是吧? 严密地看着它 很简单的 就是《立场新闻》我两年 终于 是不是? 我挺高兴的 基本上拿到法庭 你就要公开给所有人看 是不是? 善惑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那我会有没有言论自由的? 那我评论有没有自由的? 如果我没有 是不是? 什么权国家都没有呢? 在国内 那现在香港不是的 一向都做开 他做样子都做到给你看 所以我这些人 就是这些检控 堆砌一些歪理也好 是不是? 那你好了 歪理说完了 竟然不敢判 你现在是这么糟糕的 各位 这些国伟权 摆明这些有立场的法官 摆明这些检控 打横来的 一片胡言 一派胡言 一派歪理 是不是? 难得余若薇很辛苦 一句慢慢和他 好了 现在 审了一年 不敢判 要等会快别上诉 说是不是有这个 煽惑意图呢? 就是需要有这个煽惑武力 或者动乱 武装或者动乱 才为之 符合这个煽惑意图 那很多已经判了都不应该了 放任了 之类 如果你要这个新的定义 这个定义是否合理 当然是合理 你问我 就是我骂你 那就煽惑了 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呢? 随你说的 你不高兴就煽惑你了 现在是警察社会 现在的确是警察自己说 但是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讲道理的 我们是阿里士多德打下来西方的理性主义 不是中国的王权主义 不是皇帝大帅喜欢杀就杀 没有人权观念的 而且是对的 传统观念杀了多少人都好 接着秦皇汉姆他 够了 做了很多封公伟绩 就变为伟人了 传统观念是这样的 邓小平杀了 杀了六四 很少人的 其实比老母 几千万人 没事的 他是伟人 我们传统观念和西方很不同 一定要追究清楚 是吧 当然他死了 你没得告他 但是你都要讲清楚那个 这个史观的历史道理 有个千秋评价 今天也是 今天立场新闻我还没知道 黎智恩 我们每天都看到他开始讲 我非常之有兴趣 大家有兴趣 继续 密切留意 而且应该评论 你同不同意共产党的说法 那你都有个立场 我说出来 我说很尴尬的 你比如蓝丝 那些巴士的布 那些 常常说 说来说来究竟他做了些什么 开始给你看到 是吧 每天我都要看着 跟着我去评论 不是不宜评论的 我当然应该去评论 如果他是媒体 媒体生态里面所必须的一些运作 是吧 而且其他媒体都是这样运作 那你就不能够说他是刑事的问题 是吧 那你就宣传 政府不妥 那政府是很多不妥 是吧 那他说得对不对 好了 到《立场新闻》就更加运漲了 我们已经见了 審计完了 那些道理 是吧 就是你各位见 不过这样 你看他写的以前那些判词 特别是洋贵案那些 不用预计他 他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加锁了 你跟他说道理就浪费了 是吧 就是贪他这样的 是吧 如果他说法律质素 他真的不应该坐在那里 那我个人意见 那行不行 我这么批评行不行 我瞄试他 我是真的瞄试他 那怎么办 我都不明白 那就不对 那你是黄大利吗 为什么不可以瞄试你 习近平我也藐视 拜登我也藐视 普京我也藐视 那行不行呢 所以呢 言论自由思想自由 我们有固有的标准 有国际的标准 我们跟着这些标准办事 就是所有媒体工作者 所有评论者 现在不是一定是 读过新闻学才是评论员 很多不是啦 YouTuber很多不是的 不知读什么的 文学的也有 历史的也有 读读读 IT的也有 报天气的也有 都可以做好 军事的尝识也有 都可以做成功的评论员 那我们有什么标准呢 那我告诉你 你听 语熟能长的 其实是吧 我们的标准论员 你不要说 你不要做fake news 你不要因为立场要 我要攻击他 我就冤枉 好多冤枉 好多难鬼 难鬼 网媒主持是这样的 不要利用那个身份 去偷骗 不要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也会牵涉其他犯法的行为 基本上你求取真相 认真 你的态度 是吧 讲道理 是吧 独立 是吧 不是我给派的 我一定要帮我派的 你偏帮民主就行 偏帮民主派 就已经不对了 民主派不妥就骂他 批评他 是吧 我们当然是支持民主派 那你卖他 是吧 唐黑鬼骗很多人的 民主派里面有的 是吧 因为你没有监察力不足 是吧 都不知道你帮他们害他 以为是吧 是吧 他什么都对的 结果他就犯了严重错误 是吧 很多情况 很多事情 不是这么容易说的 说清楚的 但是我们做人有少少原则 而且 要讲和要想的 很多事情 想想你自然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图像 而不需要除波逐流 是吧 我希望不会讲得太过 太过 空泛了 或者太过 圆了 好像很圆妙 其实是常理 是常理的 我们最重要 就是有 有常识 用常识去判断所有的事情 客观谦卑的心情 去判断所有的事情 认为不对的 就要坚持 原则 不是共产党恶 我就不要讲话了 是吧 或者什么 有是非 我就 避就避 是吧 那 态度问题 是吧 得罪人不好 是吧 是非只为多开口 我又不出头 我又不会强出头 那你做人是会安全 但是不等于愉快 也不等于人生的意义 是吧 有意义的 好 大家共勉